正經揭露,第二節 剛才講了世界大勢 樓市大約和中國和泰國之間的主眾關係 這節我想開一個題目 今時今日不是投資銀行或者是炒家上市場賺錢賺食 我越來越覺得連特朗普或歐志華這些匯豐 都似乎做了炒家這一期 為什麼我這樣說似乎 不是真的似乎 這一節我講完大家就有個明白 原來這麼高的人物不單是搞政治 想連炒家那份都吃了 先看看這幅圖 香港的股票 右手邊升到發晒的恆生指數 左手邊那幅還是輕輕橫行的就是國際指數 上次都講過了 其實這個市看恆生指數就絕對是爆升 分享一下 到這個位置 一般看圖 你看到下面我畫了一條線 這條線 OK 下面畫了一條線 這個就是星視整個牛視底部 我們叫底部 這條線這麼多點連上升空間 通常它有個上升的通道 那這個通道頂 就是藥膜來到這裏 以平行線來說 你看到連通道頂都爆 那這些呢 就真的 像是這個星視的 比較後期發生的事 就是一路就這樣幫上去 OK 爆升 那這些是比較後期的 一般來說 才會有這樣的現象 每次出現這樣的環境 之後看回 都是老襯的 我們沒有說什麼時候星視完 是 沒錯 真是不敢說 真是不敢說 他拖到11月 下年3月都可以 錄回10年前的故事 7月 10年前的故事 7月到20000點 升到去 11月就32000 現在呢 7月就發力 收割多少收割呢 我不知道 真的可以升兩三個月 你告訴我 下年3月 我不會覺得很稀奇 或者今天10月股災 我不覺得很稀奇 大家對支付寶的幻想 已經去到無窮的境界了 一隻騰訊 三百元不夠 升到你五百元都可以 喂 我怎麼說說不會呢 我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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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說 我跟何時光不會買騰訊 OK 不過我開玩笑 現在不敢買了 不會啊 我跟你們不會買的 OK 美國有股票是一千元的 美金的 去過一千元美金 OK 喂 中國大國 弄一隻股票上一千元 港幣又如何啊 是不是 這是國威來的嘛 不是收到羅幕消息 不過 如果 我怎麼知道 如果大帝要做的 有什麼不可能 大家 一隻股票 三百元也覺得好像還要繼續 當年的科幻股 我覺得現在有科幻味 騰訊和支付寶 各位朋友 千萬不要誤會 我和何時光全面看好 我純粹 作為一個科幻 經濟小說 我是小說家 我可能是這樣寫 你不敢說啊 大佬 上一千元 國威來的嘛 美國也有股票上一千元 我們又不是說這麼實 可能三百元掉頭跌 我怎麼知道 我純粹幻想 純粹昨晚發夢幻想 但是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現在二萬七千多 昨天去過 喂 距離上次二萬八千六個頂很近 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是大戶 那個時間又遷就 喂 我打穿這裏呢 我是贏大錢的 可以 場內場外都 應該會穿的 都贏二萬八千六個 我覺得這一個月裏面會穿 我不知道啊 一兩個月 但是呢 我想說 為什麼我說 這是牛市比較厚一段呢 通常呢 從頭到尾 一個星市 是依著這個 上升軌道走的 如果有朋友 有興趣研究呢 通常 彈穿 那個通道頂這樣呢 就是牛市比較後一個階段 就是一個急升的階段 但是 流心呢 就是很多時候呢 最後呢 都是回來這個通道底的 甚至上會穿下來的 當它圓圓圓圓的時候 那你就知道傷害會有多大 花花二萬四啊 就是你知道傷害有多大 好了 那是不是好像 上次都說過了 我們以前牛市 真是我沒有空上來 和何子剛做節目 大佬 即是雞犬皆星 不識股票那些 賺得快過識股票那些 賺它四五成一倍 很快的嘛 幾個月就可以了 即是十萬變廿萬 二十萬變四十 四十就變八十的了 個個都告訴你 很容易變一百萬 但是 現在呢 正應應 九七年就是剛才你說的情況 不是 以往都是 一五年都是 一五年都是 是這次不是的 這次就沒有這種熱量 回到左邊的圖圖 喂 香港人擁有國企股 的數量一定是多過 有七零零啊 有中人香港啊 有匯豐的啦 但是它又不升啊 喂 一五年的頂在一萬五千點 現在是一萬一千點 中間差四千點啊 大佬 那就是 我說這個市場 現在就是 只是升很少數的股票 將來會不會 雞犬皆星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暫時來說 都是一小撮人 受惠的 那一小撮人 一駐讀贏匯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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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呢 就賺到笑 如果你混合其他的 爆煲股啊 混合國企呢 部分國企呢 仍然是回不了 上來這裏的 雖然我今天見到 有小部分國企 已經爆了這個頂了 有的 但是不是那麽多了 我又分享一個經驗啦 那 前日 星期二左右 那 那個國企指數 曾經試過突破 一萬一千多的位置 那小大大原本呢 就 一見這樣呢 追回落後啊 升回國企指數 一萬一千點 升回到一萬二千多 那都OK 那但是呢 我又見到 這個新聞 8月1號的 喂 我打算 拿多一兩個禮拜的那些盤 一買了 都已經入市了 都 一旦出來提醒我 喂 是啊 這又有不韓問題 特朗普有空呢 就走來講一下這個 貿易制裁 貿易制裁 貿易制裁很嚴重啊 對這些公司 啊 哇 那天 立刻就變成day trade了 哈哈 啊 喂 自己賺個lunch就走啦 賺對波鞋就走啦 那天是星市來的 所以我又去轉 可以這樣 喂 就是 把心一橫 喂 我玩一下外匯 玩一下黃金 玩一下美國股票 沒有那麽大風險啊 啊 啊 所以 作為一個理性的投資者 就遇到這個問題 有朋友會笑我 當然是 江智瑜這麽細膽的 唉 沒辦法啦 女婿老婆亂 上有高堂要養家 是不是 或者等一下一個不小心 他真是 啊 一個壞消息下來 一殺 剛才我說過啦 就是 恆生指數 那個上升到24000 大佬 那 我的看法就是 嗯 即 美國 不會真真正正搞中國的 即是我的判斷 嗯 為什麽呢 其實北韓現在是趁十九大呢 是 揭屍底利去 做一些的 即是 那個導彈的試射啊 核爆他現在不敢這樣做啦 但是他是這樣做一些 這些的導彈試射 他是想在最短時間內 盡量將他的軍備 那個技術提升 為什麽他要這樣揭屍底利呢 因為中國做了很多事情 中國可能做到一個小 基本上他聞到不對勁 我覺得啊 可能連美是會打的 是真的 我告訴你 美國現在的國策 他們很多書都告訴你 美國認為有兩個國家 是核抗散國家 一個叫伊朗 一個叫北韓 伊朗搞定了 說不搞 那就馬上不制裁他 很開心 歡迎大家 和伊朗做貿易 剩下一個北韓 美國是現在 最後一彈眼中釘的 如果真真正正要動手動腳的話 而北韓為什麽會這樣揭屍底利呢 他覺得十九大之前就不會打的 十九大之後就不敢爆 所以 清楚啊 明白嗎 然後 特朗普知道中國幫了手 但是知道就是 遲幾個月要打 但是不告訴大家 兩個人在這裏玩東西 一起在這裏賺食 他的馬仔賺食 突然間他會放些不知什麽消息 但其實那個大局是最後打的 十一月 十二月 明年一月 就打的了 各位朋友 帝王之術是你摸不到的 所以越是不說 越是說不打 大家就聰明了 越是打 越是說打 戰艦游來游去 就未必是 阿蒂立森在這裏說 我不會打你 我無意改變北韓政權 跟著那個 參議員就馬上揭爆我和特朗普說 特朗普說 如果搞不定就打咯 跟著特朗普就說 回應這個參議員就說 任何option我都在想著 即是其實 替立森說謊 鋪個局就隨時會打 北韓聞到淨味 就盡快搞好軍備 順死掙扎 以美國角力來講 打是好處的 對中國來講 其實就是 沒有的 這個太麻煩了 你把北韓瓜分了 分一半給南韓 剩下另一半的 就自己拿咯 到時 支付寶 什麼東西 游進去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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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那半個 變成了中國 叫做 實質上的永久領土 放你那些北韓人 你喜歡去南韓 就全部走 咯 我就移回中國人進來咯 那中國就進軍日本海咯 對咯 原本中國 吉林 在桃門江是不能進入日本海的 對咯 他分了北韓 是不是他的軍力可以直入日本海 對咯 現在是不能進入的 租借北韓 那些 雙方都有接受 對咯 給一半給南韓 另一半 總之 中國有權 進軍日本海 對咯 對咯 那 雖然何志光這麼說 但是小弟也是小膽 不是因為他會不告訴你 不斷放一些 真真假假的消息 他們兩個一起賺錢 對咯 在哪裏救他 就算你知道真的打 一扮到刺打又不刺打 跟著就玩幾個浪又上又下 玩死你 對咯 所以小弟也是 吃得是福 睡覺好過了 哈哈 真的不要露氣 不要露氣 那 第二幅圖 美金 這個是美元指數的幅圖 OK 那 美金 美國強 美國國力強 美元要加息 這個是已經定了 加上縮表 縮表 縮表 資金流回美國 應該就是美金強的 OK 外匯市場 就是這麼詭異 當知道這件事之後 美金反而跌成10% 10%外匯市場來說 是很嚴重的 是輸死很多人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 其實真的幾恐怖 是很恐怖 我看著加幣最低是5.6 5.5 現在升到6.2 哇 七百毫子 大佬 但是當你去到那些國家 我朋友 歐洲回來 歐洲 歐元升 升到去 昨晚見過1.19 1.0幾 開始 十幾個百分 英鎊都可怕 最低 脫歐 9.3 還是9.4 現在升到10.3 整個港幣 大佬 那是貨幣 那是貨幣 我剛才開場說 特朗普 好像變成炒家 炒了一份 現在 他一味 在白宮 裡面 又說炒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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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 現在 好像快來沒得到 好像快來被人彈劾 你信不信呢 彈劾又如何 美國不會想的 依然後面那些大哥 都還在 那些大哥 你以為死了嗎 聰明到不得了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阿川 其實是賭勝裡面的周星馳 是不是 要賭到最後那個 入到決賽 進去的時候 紙巾 那些大衣服 坐下來的桌子 就脫掉了 脫掉了 跟著你賭 又說不懂 他的樣子很滑溪 但原來最後有絕招就是出牌 出牌 一直這樣發出些 protests 向著你一招 唉 真的 你信不信這個美縣徒 會跌到多少 這個我不想,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現在我,大家看到這條線 就是90那裏,這裏一大堆線 是2014年,2015年到現在所謂的頸線 如果Trump的團隊是要做老千的,他就一定是壓穿這條線 令到大家看美元是相當淡的 下到這裏的時候,如果他 一定是很多程式沽盤,一大堆盤下來 之後抽上去,是不是死的人多,他賺錢多 消息又由他發,又是謝賢那套 腸又是他,兵又是他,馬又是他,圖都是他的 最緊要是大陸跟他合作 就是了 喂,大家要知道,要知道就是美金跌 是會有一個carry trade效應的 就是炒家就是會借美金去炒其他的股票的 所以為什麼大時代會出現呢,至少美國就是了 或者亞洲市場就已經爆了頂了,我們香港還沒有爆 利用這個美金的下跌,然後做大時代出來,然後在上面散貨 哇,這支牌真的厲害,但現在還未發生,我不知道會不會真的穿這裏 就算不穿,一去到90左右,一去到95、97 那市場的壓力就大了,ok 所以這些這樣的動作呢,其實是為市場製造一個很大的波幅 那如果你是很fit的炒家的時候,就絕對是開飯的時間 可以賺很多錢,但如果你是羊仔的話,這些是左一巴又一巴 所以大家看路看車,伸手快就下來,不快的麻煩 真的小心風險,無論贏或輸,升或跌,自己真的看著風險 好,第二單我們又講講,匯豐呢,就無疑 我現在不在這裡推介,或者是要大家買買這個股票 我純粹,我是解釋歐志華那個背景,匯豐近期回購 這件事,對股價,或者對整件事,我自己小弟的看法 我就沒有買買這個股票,我和何志光都沒有,完全由頭到尾都沒有 這個大哥就叫歐志華,這個肥叔叔,ok 他就是2011年上任的,3月,ok 當時找他上去,就是希望匯豐股價能夠做好些 但是,看回匯豐股圖,這個歐志華本身就是,就是,他最厲害是做炒賣的 做炒房的人,找一個炒房的人做CEO,大家想想,ok 這個看見是2011年頭上,那時匯豐就在這個位置 80,85,但其實當時就不是,不是賣80或85元 因為,他每一年匯豐都派5厘息的,所以這個位置可能 我看到是,可能成100元的,因為呢,100元,他如果派了十幾元式 減下來了,就是85元,ok 上任不是很久,就因為歐債危機,匯豐就倒下來了 一路潛水,潛水,歐債危機,上回去,ok 跟著又再倒下來了,ok 直至到呢,近期呢,美國那邊呢,就放鬆了那些銀行條例 這次就升回了,加上歐債華在底部,不斷賣給錢 叫匯豐,賣給錢,令匯豐就撐上來了 加息本來也令銀行股有利的,有個息差 加息就会对地产股差一点 但是对银行股本身是有利一点的 因为以前零息银行股是很难做的 我想解释几样东西 就是那位朋友千万不要以为汇丰都是天下无敌 我作一个比较 这个是古荣教我的 但其实我这次是想叩叉古荣的 非常叩叉他 你第一次对他开名 是的 我不知道古荣是谁 究竟是否以前古荣被人解释了 现在是新的古荣 所以这些笔名随时可以 没错 我不同的声音的时候 我不同的声音的时候 当然我被人笔走 令我换到干志余出来 到时唱好流士 网台难些 我笔走人 有些人又会搞很多故事 哈哈哈 我想说一件事 就是我欣赏古荣 他说话 古荣也好 孙柏文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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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很多资料 银行有多少借给大陆 那些是 现在都未还 多少百亿 数据是很厉害的 但当然 现在升的时候 完全不说 不是像沈大师那样 山文海誓 滴血为文 说唱淡 一路拿着数据 一路唱 唱到他爆了 他不是那些人今天不说 他今天完全 但我记得 那 HSBC 和美国银行有什么分别 HSBC 他怎么都是和大陆有很多生意 OK 有很多债 第一 第二 第二 HSBC 他是香港业务多 即是他有很多 香港的楼宇按揭 的组合在里面 如果香港的楼是不暴的时候 将来 他会有back debt 影响股价 这个是他不好的地方 比其他美国银行 好的就是 特朗普现在对美国银行所做的事情 OK 是会令到 美国那边的业务 是会好着数 按我理解 即是银行法例 可能特朗普那边 鬆了 但是 匯豐在美国是 没有任何业务的 嘿 没错 他都收拾了 H.I. 他买了 被美国穷追猛打 有些又落 又说他是刺案 有些又落 H.I. 是 抠数 是这些东西 接着打到他 就close 现在欧志华说 亚洲他们 匯豐整个亚洲业务 是 是周期的起动 开始 那你同不同意 即 即 我想说多一件事 可能大家 这些朋友 不是很了解 不是 如果他说那句话 背景是说 十年后 因为英国脱欧之后 匯豐投入去中国一路一带 有啦 当然有啦 如果十年后 长远 匯豐的境 我不懂 但是如果一至两年内 可能过完这个星市 匯豐会跌到什么 我不知道 香港楼市 我预计会跌的 各样的加息 缩表 杀到来的 其实 十年后 不知道 各位朋友 这个七年图 没有说谎 匯豐呢 是没有破到个顶 都还在个范围里面 还要 欧志华走出来唱 还要 但人家美国银行 已经爆了顶 去了这里了 看不到 电脑都 是爆了顶 人家已经在创历史新高 那就是 明显 市场的钱是没有说谎的 那第二件事就是 其实它背着太多香港楼 是呀 亚洲严慕 大陆的借贷 那样东西 是呀 事实我觉得 很多亚洲国家 都有很多美金债的 美金升值 加上 美金利息向上走 对很多 亚洲国家都是不着数的 那 我想说 一样东西就是说 喂 欧志华的股价 现在 汇丰不是五十多元 现在七十多八十元那边 撞buyback 用百多亿来buyback buyback的意思是什么 我在市场上 买那些股票 买回汇丰的股票 还说 我现在恒常会buyback 喂 我请问 汇丰是 做银行生意 还是炒股票的 现在 在市场那里 你股价低迷 临危寿命 那你buyback 一说buyback 那 其他的沽空那些 不敢沽空你 你的股票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OK 你要上就机会大 OK 现在去到 七八十元都说buyback 喂 你那些流动资金 不是用来做生意的吗 用来买股票的吗 好厉害 这个真的是 陰谋论些说 红阿杂 一起吃完这三个月世界 三个月后 有什么坏消息出来 那又 又 又关于 关于隐事 那些东西 所以 小弟 和何子刚 重申 我们不是这里做 一个买卖的建议 我们没有参与 这个 HSBC 这些股票买卖 两个都没有 我相信你没有 我估计你没有 只不过我将 市场上有趣的事情 指出就是 喂 欧志华 不是做银行管理的吗 炒股票 走到现在 即未来三个月 汇丰会不会继续升呢 我不知道 不过 感觉是会的了 即是这样搞 未来的那个升市 如果继续到三个月 他就会继续升三个月 应该就是了 但是你三个月后 有什么惨烈事情发生 我真的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你抱着他来退休 我也不知道 真的 美元 当你真的怼穿90 他升回变180 180 100多 那个美元指数 那时候就很凶狠的了 大佬 是啊 那么阿川 又来 在脚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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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些丑闻 那样去搞个美金 那大家 释路了 找食的 就 努力 没有那样的能力经验的 就走到一边 或者玩笑些 OK 那应该是今次到现在了